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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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报道还提到政府审计署对资助机构开支的检查 试图提升透明度 但是否能真正改变公职人员的行为仍然值得思考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起惊人的毒品 走私案件 香港海关在国际机场截获一名54岁的男旅客 发现他体内藏有680克可卡因 市值约56万元 该名旅客从尼日利亚经埃塞俄比亚抵达香港 海关在清关过程中发现其可疑 随即将其送医检查 最终确认其体内藏有毒品 该男子已被控以贩运为险药物罪 案件将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对于毒品走私问题的关注 网易报道了香港奢侈品店发生的惊天窃案 66个爱马仕手袋在短短5分钟内被盗 总价值接近1000万港元 事件发生在中环的名牌手袋 计卖店Ginza Zayoma三名歹徒强行入店暴力破坏掌柜 迅速将手袋装入大袋后逃离现场 店方表示失窃的手袋中既有店内商品 也有客人计卖的物品 警方已介入调查 并引发了网友对于安全和内部人员的质疑 这起事件不仅让顾客感到不安 也引发了对奢侈品市场安全的广泛讨论 网易 2024年11月29日至30日 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香港青年湾区文化行 在深圳、广州、珠海三地成功举行 旨在让香港青年体验和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 活动吸引了50名来自香港的青年代表 首日他们在深圳博物馆参观了 集金春秋同气展厅和问陶心旅陶瓷展厅 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代表赖小姐表示 看到教科书中的文物实物令她倍感亲切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 广州之行中 青年们在白俄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和广州大剧院 深入探讨文化创新与艺术创作 拓宽了视野 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经济日报被誉为香港内窥镜之父的中上智医生 除了是医学界的乔楚 还是一名滑翔伞运动员 然而 一次意外 让她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石澳准备银伞飞翔时 不慎从十尺高的岩石跌落 尽管受了伤 但她很快被朋友和消防员救助 这次惊险的经历 让她更加珍惜生命 也让她思考如何在逆境中继续前行 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勇气 日本台 在香港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正宗日本鲁鱼餐厅 鲁鱼四代木菊川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餐厅由菊川家族第四代传人菊川雄平经营 它坚持使用新鲜活鲁鱼 和独特的百年秘制酱汁 尽管高昂的租金 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 给她带来了压力 但她相信在逆境中取得成功 将更加有意义 除了餐厅的故事 节目还探讨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亚洲股市 如何借鉴日本的改革 以应对外部挑战 展现出多元的视角与深度的分析 经济日报报道 Unico在香港太古城中心开设的新店 以Lifeware生活美学为主题 标志着品牌在香港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新店不仅融合了文艺创作 生活品味和未来发展的三大主题体验 还展现了Unico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顾客在这里不仅能体验到时尚的服装 还能感受到独特的店铺氛围 充分体现了香港的文化特色 香港新闻台分享了关于香港经济的好消息 随着内地资金逐渐流入 香港股市的前景开始好转 此外 香港橄榄球新兴SalamU推出的 创新人才发掘计划 吸引了约200名年轻运动员参与 旨在提升本地橄榄球的发展和人才储备 同时 澳门新任行政长官Sam Ho-Fi与香港行政长官的会晤 预示着两地在旅游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为未来的经济多元化铺平道路 《经济日报》还报道了香港舰机运动的辉煌时刻 张家朗和江明慧分别成为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的年终世界第一 这在香港体育史上 是首次由两名舰手同时获得这一殊荣 张家朗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支持者的感激 而江明慧则在巴黎奥运后再次巩固了自己的世界排名 两位运动员的成就不仅为香港带来荣耀 也激励了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体育事业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个悲剧事件 发生在浙江湖州长兴人民医院 一名香港女生在与其男友的争吵中被殴打 最终因提出分手而遭到男友持刀统杀 事件发生在两人旅游期间 女生在医院治疗时拒绝了男友的复合请求 男友于是以探视为名进入病房 导致多名医护人员和病友也受到伤害 警方迅速出动将嫌疑人抓捕 而女生则在数小时后不治身亡 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和讨论 中央社指出中国地方政府近期面临财政危机 拖欠工资的现象愈发严重 尽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但效果微乎其微 许多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削减公共服务和追缴税款 来填补财政窟窿 汕尾市的医务人员和宜春市的退休职工 纷纷聚集抗议 显示出地方财政困境对民生的直接影响 经济学家警告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高达数兆元 偿债压力巨大 公共服务的削减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不满和抗议 在《中年好声音3》的最新一级中 男儿身选手高飞的表现引发热议 尽管曾因出色的歌声获得好评 但在这次演出中却因走音和节奏失准而受到批评 最终紧获四登晋级 与此同时 英国选手Dan James的表现则大获好评 他在舞台上的活力和魅力赢得了观众的欢呼 高飞在接受挑战时也坦言紧张 未能发挥出最佳状态 而评审们则对他寄予了厚望 期待他能在后续比赛中恢复状态 经济日报报道 香港自1985年起 推行上落扶手电梯的左行右起规则 当时我还在香港电台担任DJ 参与了以踏出青春步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那时香港电台与港铁和九铁合作 积极推广这一交通规则 旨在提升公共交通的使用效率 回想起当年 我们甚至组织了一次游行 前往沙田新城市广场进行实地示范 大家都热情高涨 体现出对新规则的期待与支持 这项政策的推行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 也在无形中促进了香港的交通文明 网易新闻则聚焦于花房集团的极具变故 周鸿一旗下的这家公司在上市不到五个月后 被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 引起广泛关注 花房集团曾以打造娱乐园宇宙为目标 获得了多轮融资 然而由于未能满足复牌指引 最终走到了退市的边缘 一位员工在得知这一消息时表示 毫无预兆 可见公司内部对此情况的震惊 花房的历史充满了起伏 2018年与六间房的合并后 经历了多次重组与融资 2022年成功上市 但随后的停牌与调查 却让这一切化为泡影 尽管目前花房仍在考虑是否向复合委员会提出申请 但市场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已然显现 行业分析师指出 花房的商业模式在竞争激烈的直播市场中 面临着严峻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